嗨,大家好,我是Jessica 喜爱各类的手作,即使现在也是拼布老师了 但遇到自己喜欢的手作课程,还是会报名去上课呢 曾接触过的手作课程有 毛线、拼布、羊毛毡、布盒、刺绣、简易洋才等等 时间拉回50年代,当时老师在台上认真讲课 我却低着头专心地打着毛线 毛线编织是我对手作的第一次接触 在那个年代,手作并没有像现在如此的风行 更没有网络的教学资源可以取得与分享 想学,只能凭借着专业书本去尝试与揣摩 或是请教有经验的街坊邻居 经过不断的练习,从失败中去学习其中的技巧 不易是自己出社会后,经过再次学习而来的 结婚后,小朋友穿的衣服也都会去买书,参考制作 也许是不成间断的接触与练习 以至于后来在学习拼步的过程中 不论是手缝拼步或机缝拼步都可以很快地上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常遇到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的手不巧耶,我的眼睛不好呢 甚至于说自己并没有这一方面的天分等等 其实,以我的经验是 只要喜欢透过学习加上不断地练习 就可以熟能生巧哦 接下来我会利用影片教学示范多款的手作课程 内容中除了做法的示范之外 也会一一介绍各种手作工具以及取材 对于偏远地区想学手作 或有意将手作当作兴趣 甚至于是第二专长的朋友们 期盼透过影片的教学 让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有所收获哦